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今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更新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特价商店 好,终于出售功勋了 团长看到这个是特别的喜欢咯 使用的话可以帮助你提升军团的声望 然后这个除了能增加团长对你的好感度之外 其实功勋也可以使用在军团交易所 如果你的银币很多的话就建议购买吧 其实这里还有一些道具是值得用功勋购买的 好,回到特价商店再看看还有什么吧 接下来就是神匠卷轴,炒币和中会 上次我的视频介绍过了这个神匠卷轴 对于完全没有拥有神匠的玩家是值得投资的 也要特别注意特价商店戒指日期是直到3月4号早上就结束哦 至于用元宝购买玉食呢 如果还缺进阶装备就鼓励购买吧 加上这次的进阶装备活动需要大量的玉食 接下来就是玉食精粹 比起之前卖一颗1000元宝 这次收买算便宜了 如果你的元宝有限的话呢 后面再教大家其他方法获得 好,用银币购买玉食的话呢 就通通购买吧 毕竟玉食要靠合成 六星也真不容易的 好,这个玉食精粹呢 也建议各位用银币购买哦 如果想要合成更多的神石就买吧 这个装武强化的材料都可以透过过关奖降获得 所以呢没有必要去购买吧 时装强化箱呢 这个配套算便宜了 如果缺防制车就够买吧 这个六级星魂呢 现在都用七级星魂了 所以不晓得呢 还有人会不会花这个愿望钱吗 这个徽章呢 就是用600元宝来提升100元的缘分 我觉得呢有点贵吧 先把元宝存起来先吧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研究下这个神石 这次的更新呢 让我们又多出了一个方法 融合神石了 首先呢神石融合主要需要材料是玉石精脆 玉石精脆取得方法有几种 除了跟活动之外 第一个就是透过盐武厂的商店交换 每星期呢只能交换三颗而已哦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来到装备商店交换 但是需要收集800个吃红砂来交换呢 所以呢要收集玉石精脆还真不容易呢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现在更新后要解说的方法 简单来说呢就是收买出去六星玉石就可以获得玉石精华 玉石精华呢只要合成五个就能获得一个精脆了 重点是呢你先需要有大量的六星玉石 好,首先呢我会建议各位至少进阶三套三星的装备先 因为呢要融合神石真的会消耗大量的玉石哦 而且进阶三星都需要消耗特定的玉石 好,我们这里会发现到呢 进阶和武器不会消耗白色的玉石 好,我们再看看装备 装备和武器一样不会消耗白色的玉石哦 再看看最后的法宝 进阶法宝的话呢不会消耗轻色的玉石 好,简单来说呢 进阶武器和装备不需要白色的玉石 还有呢进阶法宝也不需要轻色的玉石 所以呢待会你可以把这些没用到的玉石收买掉 因为往往这些没消耗在进阶的玉石会特别的多 没办法暂时没一键合成 只能一个一个按哦 要练一样子就靠这次了 哇,然后搞这样久才合成两颗六星的 没有,我们搞错啊 好,待会呢我们把它合成后再来卖掉 八宝的话呢就是青色的玉石 好,你们给我点时间搞这个哈 你们可以小试一下,OK 但是要记得回来哈 好,搞定了 卖一颗可以获得三个玉石精华 但是需要呢五个玉石精华才能合成一个精脆 所以呢要靠自己做计算了 好,卖七颗玉石好了 获得二十一个精华 这样呢待会二十一个至少可以合成四个精脆了 好,防具玉石呢我就建议选择白色的卖掉它 法宝宝玉石呢就全青色的吧 还有一点就是呢 售卖神石是拿不到精华的哦 因为我刚试过了 所以只能售卖六星的玉石 好,合成的时间 原来呢玉石精华也有分成武器装备和法宝的 所以呢需要五个精华才能合成一个 所以呢售卖玉石的当额 数量就好根据精华数量乘五来计算哦 好,一共呢有十一个玉石精脆 合成神石呢可以按这个强化 合成神石呢也需要消化掉两颗六级的玉石 好,有些新手呢会问到 是不是根据你选定的玉石呢 就会合成你要的属性吗 答案是不是哦 所以呢这里不管你用什么玉石合成 神石属性都是随机的 就尽量选你少用的玉石用来合成吧 像我本身呢缺防具的神石的话呢 就选择防具的玉石来融合 这样呢合出来的神石一定是属于防具的 哇,不错哦 防守属性470也不错 刚好呢我的装备就差一个防守神石 好,这个呢是看到的 有些玩家呢也会装这种神石 就看各位怎么玩咯 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装攻防的神石是最实际的 还有一点就是呢很多新手也会问到的问题 就是这些神石要怎么装上去呢 好,首先呢必须要有神石孔 只要呢你的装备进阶至少一个红性 就可以随机洗出神石孔了 除此之外呢如果合成不美属性的神石怎么办呢 也可以花1000元宝交易试下运气哦 但是属性都是随机的 稍微有点元宝就可以试试看运气 好,我试下用别利再交易看看吧 哇,像交易到这种完美的神石你就赚到了 拥有了235攻击力和200防守力的 好,先把它装上先 如果神石洗不到攻防的 至少也要洗个有攻235的 像我的装备全部都会装235攻属性的神石 这样呢我的张飞就有两颗攻防神石了 好,接下来呢随机洗浴室孔方面呢 也有新的更新了 好,之前传统的随机洗孔就是要花10元宝 洗到的属性完全是随机的 也不能取消或者选择 好,我建议呢使用这个50元宝变更5次次数的 如果想要洗全部的神石孔 首先呢建议就是随机洗两个神石孔先吧 剩下的最后一个呢才花150元宝 指定当孔再洗神孔吧 这样做的话呢会帮助你省下不少的元宝哦 还是呢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欢迎留言哦 好吧,小弟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希望这次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一些新手 好吧,如果喜欢小弟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